我的心上人娶了别人 他在成亲之前来过 和我说他要成亲了 我那个时候已经快看不见了 眼前的影子重重叠叠的 也看不见他什么神色 我扶着栏杆弯了唇笑 说那很好呀 其实我不应该笑的 我的眉骨到下额 有一道划过整张脸的 深刻而难看的疤痕 笑起来大概是能指晓而夜提的 丑陋恐怖模样 明月晨说 他成亲后再也不会来这儿了 我摇了摇头 说没关系 这处宅院只是安置我这个玩物的 本就不是他常来的地方 从前他靠近不了平乐郡主 才要来这里看一眼 我这个眉眼与他有七分相的可怜人 自我毁容以来 他就再不愿踏进这里了 以后也一样 珍珠在旁 谁还要多看一眼鱼目啊 他不说话了 我以前最怕他不说话 总是堆起笑意 讲些乱七八糟的话来迎合取悦他 直到他淡淡出声 说阙奴 不要说话 很久以后 我见了平乐郡主才知道 我微低下头 再侧一点露出的容颜 与他最为相似 我笑 我动 我说起话来 就要同他区别开 不是他要的模样 他来找我 只不过是为了看一看他的梦 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听见珠莲晃动的声音 明月晨大概已经走了 从前我总是盼着他来 他总不来 现在大约好了 再也不用见他 我也不愿意再见他了 我摸索着起身倒水 我的眼睛已经要时无一 现在只能隐约看到一点光亮 大概不久后 连光都瞧不见了 我的手笨 失手就把杯子打碎在地上 我急忙蹲下去捡 眼睛又看不见 手上痛凉一片 不知道这食指是割破了几指 是有些痛 却听见本应该走的人 在我面前出声 却奴 你的日子该怎么过呢 明月晨还没走 我想 一个毁容 丑陋 失明的蠢笨女人 在她面前 又露出更狼狈的模样 却又因为她的话愣神 我低下头 看不见手上究竟伤成什么样 只是呆呆地出神 却奴 你的日子该怎么过呢 你从前不过是青楼里最普通的景 现在又成了这副模样 连喝个水都做得如此狼狈 你以后该怎么过呢 你在人间游荡十七年 无父无母孤苦无依 如今唯一一个肯捡你来取乐的人离去 你的日子怎么过 却奴 明月晨说 却奴 我会给你安排最好的市壁 房屋 车马 你不要怕 我顿住了 朝她的方向抬起来头 急慢地扯起嘴角 多谢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抿着唇 其实所有的话 我都不配说 混沌地摇摇头 株帘落下 啪哒作响 这次明月晨是真的走了 我再也见不到她了 我在地上坐着 抱起膝盖 眼泪一掉 眼睛愈发疼 是追心的那种痛 我不声不响地哭 眼泪埋进衣袖里 其实我今年不过时期 唐使我在青楼里 也许也并不如同现在糟糕 可我不能苛求太多了 我的心上人 娶了别人 两情相悦是多好的事情呀 可 却奴 你的日子该怎么过呢 没有人想过 我会离开 连侍奉我的小丫头猪儿 也没有察觉到我的意图 这是应当的 倘若我面容尚好 眼睛也没阴喝 那杯毒酒半虾 离开尚且还有些道理 明月晨还愿意供养我 猪人看来 我理应感恩戴德的 猪儿向来贪玩 爱偷懒 又对我不大上心 要走的那天 我索性准了她一天假 主子不是主子 仆人不是仆人 我时常理解她的怠慢 我没有从正门走 门口有两个侍卫常看着 我吃了嗑药 眼睛暂时能看得清些 只是每分每秒痛得不像话 我以为在这儿这么久 总归能带走些什么 金玉朱差 不是我的 是明月晨的 锦衣罗山 我也不是她的主人 我在这里住了两年 最后只带走了一只 干枯了的余美人 我亮亮呛呛地往外走 院墙不高 又长了棵歪脖子树 枝凡叶茂算不上 但是从这树爬出去 还是可以的 其实我很后悔一件事 我在这儿救了一个少年 我一眼就看出来 他和我这种人不一样 像是凤凰不小心掉了下来 我这种灰扑扑的小鸟 才得以靠近 他伤得很重 等他好了的时候 他就从这棵歪脖子树爬出去了 他冲我伸手 要带我走 那天阳光那么好 透过枝头绿下来 少年扶着枝干 冲我伸下手 眉眼里藏了细碎的光 他问我 却奴 你要不要跟我走 那是我人生第一次有选择 我年幼被迈进天香楼 爹娘不曾问我 我被压着牌子见客 无人问我 明月晨包下我当外室 也不曾问过我 我被安排着很多不可忍受的境遇 多少年过去了 我才遇见一个选择 他在阳光下笑 黑发浮转金光 外面有山川湖海 十万烟火 有这个院子里 永远装不下的东西 有女孩子极其喜欢的各式玩意儿 我也说不上来 我带你去看吧 却奴 我想我当时一定呆住了 他大概也不知道 自己讲了多诱人的东西 日光照着他 我像是看着一场脆弱美丽的梦 我想靠近 却又自残行贿 慢慢往后 靠到潮湿的阴影里 我想想我说了什么 我说 不行 那是我讲过最痛的两个字 他后来走了 我却一直站在那儿 到天黑了才知道 那个梦碎了 现在我跌跌撞撞地 走到这棵歪脖子树下 用力往上爬 我掉下来 又往上爬 好像上面还站着那个少年 还能碰到那个梦 我最后爬上去了 我的眼睛愈发痛了 我已经没办法哭了 却奴 你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呢 我看不见了 山川湖海 十万灯火 女孩子喜欢的各式东西 我看不见了 怎么办怎么办 我从院墙翻下去 摔在地上 我也不知道 哪里可以去 就起来扶着墙一点点走 正是傍晚的时候 晚霞落满天边 我从闹市走过 因眼盲的缘故 行得要比旁人慢些 仓皇而格格不入 又不敢轻易同他人对视 即使戴了面纱 露出眉骨上的疤痕 也足够吓人 我的眼睛越来越痛 光线越来越晦暗 我就知道 要快要失灵了 我终于再也 见不到东西了 我却不管 浅笑着看小摊上的东西 却总是隔着远远的 从不凑近触碰 暮雨来迟 方才还能看到光 陷下大雨突然而下 众人慌忙躲雨 摊贩整理东西归家 我眼前亮光愈发阴暗 行路也困难 有人急忙离开 路上难免撞了我一把 又恰好勾掉了我的面纱 面纱躺在污水里 下意识捂住脸 却已经来不及了 瞧见周围人看我的眼神 惊恐厌恶 大概如是 大雨下得这样大 他们跑得很快 这热闹的长街上 很快只剩我一人孤零 我勉强笑 眼睛愈发痛 我想说 不必怕 我并非天生如此 我并非生来一道翻黑八痕 从眉骨滑到下颌 这般丑陋 我也并非生来双目失明 见不得光 我只是生来 并非谁的掌上明珠 如此坎坷 十七年 雨砸下来 冷而痛 我也该避雨 却还是蹲下来 捡起那面被雨 砸入泥坑里的面纱 颤抖着手 想要把它重新戴到脸上 我滚落尘土 终于在泥坑的水面上 瞧见我自己的模样 一痕划破 芙蓉面变霸 原来我的眼睛 真的这样不好了 两行血从眼里 遭污的往下躺 我的眼剧烈地痛起来 我受不了 在雨活泥里蜷缩起来 我想起十四岁 我刚被挂牌子接客 从一众酒臭肉肥的男人前 被老宝拎着走过 竹帘后的雅坐男生 清冷低沉 你叫雀奴 从此便跟我吧 到头来 一个妓子 死在最脏的泥里 我愿无根水能 洗我今生苦楚 来世切末在滚落尘土 我眼痛而忙 毒发下昏沉睡去 最后一眼所见不过 玄清的一脚垂下 所听不过一声长叹 我在大雨中 似乎被拥入怀 不惧面容破碎 不增双目淌血 我后来便时常以为 那是个梦 只因我一生 从未得过一个拥抱 我所求仍少 但与我而言 凡事皆为奢求 我一直很好地当一只灰鹊 被明月尘养在那个小院里 我从前时常盼着他来 在我还不曾见过 平乐郡主的时候 还会时常笑 他来了 我就雀跃着去迎接 明月尘不许我进他身 也不许我多说话 我以为自己身上味道难闻 沐浴搓得全身通红 小丫头猪儿才翻了个眼说 公子爱结 你纵然皮肉搓烂 仍然脏污不堪 我恍然大悟 可我仍然存一分天真 与痴心妄想 若非有半分喜欢 又何必沾染我 可我没有办法了 我若不把这剩下的希望 放在明月尘身上 我的日子该如何去熬 等我见了平乐郡主 什么东西都碎得一干二净 她摇着团扇怜悯地问我 为何长得像她 可我又何尝希望自己 长得像谁呢 我不轻易哭 却忍不住抽气呕吐 我到明月尘不惜我笑 不惜我穿淡色衣裳 习我侧手故作高傲 原来是 解她相思不能及之苦 明月尘曾带我出过一次宴会 她亲自替我挑了头饰华服 一双白玉做的耳当 有如明月 我便欢喜地仰起头 刚好见到她 下河华美如冷玉 她柔声说 摘明月为当 却奴 急佩你 付的是平乐郡主的哥哥 楚郡王的宴 我怕声 不知所措 又自知身份低微 便静静地 缩在明月尘后头那块阴影里 宴会漫长 我低头用指尖描绘裙摆上的花纹 在抬头 却不知道 明月尘哪里去了 平乐郡主 笑盈盈地站在我面前 我到我的耳当哪里去了 原是挂在了你这个小贼耳上 我平生不知道 哪里的一腔勇气 反驳去 我没有偷到 是明月尘给我的 下一秒 一个耳瓜子 便扇在我左半边脸上 平乐郡主旁的婢女收回手 冷眼瞧我 偷到郡主耳当在先 不敬郡主在后 姑娘慎言 我抿着唇不敢说话了 左脸肿起来老高 平乐郡主叹了口气说 瞧着可怜 那便算了 归还耳当 再道个欠足矣 不等我反应 已被侍女左右强扯下耳当 白玉沾血 我双耳疼痛 平乐郡主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我本就跪坐在地上 扶身跪拜致欠即可 我这辈子 在没有那样有骨气的时候 我挺直了身子 颤抖着直视平乐郡主 咬牙咬得满口血 我本无措 四遭已被这动静吸引得看过来 丝竹声都落下去 他们看什么 一个卑贱的女子 竟在郡主面前讨要尊严 我从未如此期盼明月辰 比每一次等她的白衣扫过暮色 来到我的院子更为急切 我是如此盼望她 能为我存留最后一分体面 那是我最相信她的时候 就像我尚且出格时那样 她牵起我的手 领我出了酒臭恶心的天香楼 公子啊公子 你又怎么忍心 这样抛弃我呢 明月辰归来时 一眼无波无痕 叫我心灰意冷 一句话叫我从此 再不敢再生期盼 她笑对平乐 那是我不曾见过的和煦模样 不问何事 不问缘由 我半爬过去 扯着她的袖子 乌叶着摇头 月白的长袖 从我手中抽回 明月辰淡淡地说 既然惹了平乐不高兴 那便留下来 求到她高兴为止 我害怕恐惧地发抖 什么莫名的委屈骨气都没有了 一头砸在地上 流出好大血 我哭着说雀奴再不敢了 再不敢了 求郡主娘娘原谅 我看见那梅尔当 被她厌恶地丢在地上 撵过连履 却滚停在我面前 那么近又那么远 明月辰并非偏颇 只是我不过低劣的房品 得到的情感也最为低廉 我毕竟所得甚少 她给我一分温暖 我就掏干了心血还她 自从我见过平乐郡主之后 很是消沉了一段时间 诸儿说 我并不如从前锅造 我呢呢不语 明月辰有很长时间不来 院子里便愈发寂寞 我就一个人守着窗外 一束春花 由盛而拜 等她下一次来的时候 却又是带我赴宴 我如今对宴会二字 怕得不行 明月辰难得伸出手 碰我的脸 和我说 却奴 不必怕 我盈然有泪 她便叹一声 低头浮去我将出的泪 明月辰像她的名字一样 棱角如月 我滴滴应了声好 我向来没有说不的时候 那日宴上 平乐郡主和我说 可怜你多年在她左右 不得她一分眷恋 我便教你个法子 倘若你真心爱慕明月辰 那就替她饮了所有地上来的酒 恨她的人不少 看你能否饮到那杯毒酒罢了 我向来是个运气不好的人 替明月辰喝的第一杯酒 就是毒酒 我腹痛吐血 众人才从看笑话 转成惊恶慌张 可怜我痛得颤抖机遇昏厥 还要往边上爬去呕血 公子爱结 白衣不能沾血 却被一把搂入怀中 我从未见过明月辰那般模样 我一直以为 她是天上人水中月 万般平静 所有情义都陷于平乐郡主 她抽出腰间索配长剑 血量地插入暗机 威慑众人 她伸出手颤抖着 想摸上我的脸 我却挖得一声呕出血 她大概想和我说 不必怕 可我已经听不见了 就此昏厥过去 她说不必怕 可须知 每时每刻 我都在恐惧之中 她说不必怕 可从来没有 给我不必怕的底气 我从前 希望她能瞧一瞧我 轻轻唤我一生雀奴 我所求不过如此 却从未如愿 此毒药食无医 明月辰请来的神医 也只能把毒引到眼睛上 此后我便逐渐成了瞎子 神医封了我毒素七日 让我再看最后一眼人间 七日之后再引毒 我听了神医的话 许久才说 好 我始终是一个笨丫头 我以为一杯酒 能唤明月辰一分情意 此后七天 再不见她来 我才知道 凭乐郡主所言 并非真心可怜我 她只是要我清清楚楚地知道 纵然你黏碎于她 纵然你舍命为她 却奴 你始终求不得一声回响 她厌恶你 欢喜地让人作呕 你这样低贱的爱意 怎么配放到她身上 诸儿欲发不乐意伺候我了 知晓我即将失明 便长日里见不得他人 我是这个时候捡到她的 就在后头那棵歪脖子树下 她浑身是血 气息奄奄 我一度以为她死了 可我知道她不能死 银白面具照着她大半张面孔 我不曾解下 却知晓她必然生得好看 我为她用药治疗 设下自己的饭食喂她 我日日相看 她昏迷数日 我便守了数日 我便时常觉得 这是上天恩赐 让我在失明之前 还能救下一个少年郎 我向来没有人陪我说话 我便一句句不停地讲 讲到难过处 还要掉下两颗眼泪 等她醒了 我却躲在旁边不敢出来 等到太阳要落山了 她见不着人就走了 我心里失落 打开门 日暮留霞 她一身玄清 在我小小的门前远远站着 她抬眼向我看 面具下的眼 清澈而金贵 好像等了我很久很久 她问我叫什么名字 我平生不知道 说什么的时候 多了去了 唯有这一次 这样简单的问题 也难以启齿 我唇生苦涩 谁家姑娘 名字中带奴 谁家姑娘 以雀为名 因而 我只是垂下眼 抠弄袖中的文献 鸭鸭不能说话 时有丹雀 闲九岁和 可是为神鸟丹雀 她问 那日是神医说的第七日 那日身着玄清的公子 爬上那棵歪脖子树 其傲无双 朝我伸出手 我仰起头冲她笑 我说不行 那是我人生第一次 有选择 那个美丽的梦 离我那么那么近 我往前走 两步点起脚 就能碰到 我把手往后缩 指尖在掌心克制地 抠出血痕 我后退回潮湿的阴影里 我说不行 我至今想起来 仍然痛得厉害 可很久很久以后 我已然垂目老矣 最后悔的事情 不过是那最后半日 不曾孤注一掷地和她离开 就算我只能活半日 又怎么样呢 我活了这样多年 这么多年的苦痛 换取半日的欢愉 又能怎么样呢 那夜明月晨和神医如约而至 那晚月亮也没有 星星也没有 神医覆上我的眼 和我说 以后你逐渐便看不到了 眼前便是如此漆黑 我那时轻轻恩了一声 明月晨突然出声道 便再无别的法子了吗 神医年纪不大 放下手慢悠悠地 看了她一眼 那倒是有 独入眼睛之后 找个人的眼睛剃了就是 只是取眼过程是 十二分的痛苦 更难得的是 要时刻保持清醒自愿 如此换目 眼神才会清明 我摇了摇头说 不必寻其他法子了 神医为我逼毒时 明月晨在旁守着 我时常不理解 她的许多座位 这样狼狈难看的场面 她那样的人 应该是一眼都不愿看的 过程痛苦 我冷汗直出 指尖掐到泛白 却咬了牙不肯叫出一声 神医叹一声 到底什么都没说 我痛到极致 反倒放松开 颤抖着唇问 我有几分像她 明月晨顿了一会儿 缓缓开口 初识相向 有七八分 侧颜尤为相似 后来 愈发不像 至多三四分了 我偶然听闻 明月晨并非一帆风顺 年幼时 明家遭难 一夜落魄 失一时得 平乐郡主一范之恩 后来以一己之力翻案 急受重用 但因手段残忍 到底为平乐郡主所不屑 明明是他们二人的事 我糊里糊涂陷入其中 反倒受诸多波折 我极力挽起一个笑 却笑不起来 冷汗从我的颈尖滑下 恍然如满面泪 我道 比起前两年来 明月晨愈发来得少 我如今连一个合格的赝品 都算不上 在他眼里我 愈发和郡主区分开了 朱儿愿我留不住明月晨 说他亲眼数次见到明月晨 在莲外停步 隔着朱莲看我 却总是不近 站久了便走了 可我仍然恨极了 这相向的三四分 却要依仗着他为生 世上可怜之事如此多 这算不算其中一桩 明月晨的指尖刚碰到我 我便下意识地收回 他的声音低沉清润 一如初见 却奴 不要怕 我会陪着你的 我心知肚明 安静地躺在床上 我想 你不会 后来平乐郡主又来了 我那时眼睛已经半瞎 一大群丫头婆子挤进来 我的小院子顿时挤得不行 朱儿在我腰后面推了一把 我往前踉跄两步 我跪倒在地上 怕得颤抖 我自知命如一枚草芥 郡主就算在这里将我打杀 也不会有人说一句不是 我埋着头跪在地上 平乐郡主抬起我的脸 烟红的扣担 掐得我脸疼 为他瞎眼又如何 他还不是忙着与我定亲的事 只是一个妓子像我 本郡主从未被如此羞辱过 他收回手 拿了帕子擦手 他不爱见我容貌 便点了个婆子掌乖我 我才知道 我替明月臣挡下独久的七日里 他为何不曾来见我 原来是和平乐郡主定亲了 为定亲事宜操持奔走 我那时就觉得绝望 婆子力大 一巴掌下去 我就险些吐血 后来明月臣赶到的时候 平乐郡主已经走了 留了一个婆子折磨我 他咬着牙拔剑 捅杀了那粗婆 白衣终究沾血 我跪在地上 蓬头沾血 神思恍惚 明月臣喊了我 好几声我才回神 抬眼却看见他隐约有动容 像是凝泪寒逝 我声音破碎不能言 我说 你记不记得 我十四岁那年 你带我回来 和我说 雀奴 以后这是你的家了 我那时天真 以为自己真有地可居 鱼美人好看 小鹏小鹏的 鲜言明媚 我种了好多 后来全死了 我只留下一朵干枯 我那时就想 大概他们也不愿意长在这里 明月臣说 我们可以再种 我给你找最好的花酱 你既然喜欢 这花不管生死 都要在这开 公子 我仍然感激那时在天香楼你替我赎了身 只是我总是太过奢求了 你不必因为一杯毒酒对我心有怜悯 他伸出手 想要俯开我遮掩的发 我往后退 哑声道 公子爱结 不必碰我 却奴脏 他没停 微凉的指尖 碰上我红肿的面 我闷哼一声 我弯起眼 血从唇边弯颜下 面容难看 我现在有几分像他 明月臣看着我 轻声说 不像了 下一瞬 我拔下发间的银钗 长发泼洒而下 我用尽全部气力 在脸上一滑 从眉骨蜿蜒到下颌 我痛极喊泪 颤抖着笑说 以为自己已十分的恨喊出来了 可是声音却在颤抖 这样就真的不像了 对不对 明月臣愣住了 我曾见过他的功夫 咒如银垫 可现在他扑上来夺钗的时候 我已经画完了 我的伤痕在淌血 我嘶哑着声音 最后那么一点 真心和眼泪一起碎掉 明月臣 这么多年了 却奴在你心里 究竟是谁 明月臣收回颤抖的手 拢进他如同云一样的衣袖里 他垂下眼 眉眼灼绝 那日冷月从黑云里露出点白 冷露倒转成霜 心事碎成月光 他就踏在这个不起眼的院子里 自毁容貌的半盲少女 跪在他面前流泪 他说 雀奴 你一直都很像平乐 多年大梦 终究痛醒 我从梦里醒来 觉得梦中场景变幻破碎 好像把我多年的痛苦 都搅碎了一遍 因着眼瞎的缘故 我并不能知晓 我此刻身在何处 却隐约回想起我从小院里离开 却痛倒在雨中的模样 我一息记得有玄青衣角垂下 那是我眼睛最后看见的东西 此刻我却觉得锦青像云一样软 褥子温暖得不像话 我便有些恍然 不知道身在哪 身旁略有声音 听起来像是有人移让了位置 再来是清脆的女儿声 大约是个鼻子 呀 姑娘醒了 一见人 我便下意识想遮上自己的脸 有人在旁 动作极快地抓住了我的手腕 骑手兵梁有力 却放缓了力气 刚好是恰好阻断 我动作的程度 但这是一只男人的手 见我不再乱动 他又收回手去了 空气静止了一瞬 那灵巧婢子不说话 那人也不说话 后来是婢子先言 却不知为何 声音有些断续难言 姑娘脸上还有伤 淋了雨愈发不好 前头已上了药 再勿用手去碰 她又接下去 声音渐弱 这是府上的郎中 粗通医术 姑娘脸上的伤 还劳她多看 且是 是 是个哑巴 姑娘大可放心 我缓了心 却不知她为何 说后半句的时候 声音愈发颤抖 好像说了什么 剑阅之言 手腕上仍存一分温感 却不再多想 我开了口 声音阴雅 多谢姐姐 请问这是何处 那婢子盲推辞 当不得姑娘一生姐姐 这是陪府上 家主温辞 姑娘可放心休养 我头却又痛起来 大概刚发了一场烧 婢子好像突然 收到什么提示 再不多说 便与哑巴郎中 一并走了 我时常以为 我该死在那场大雨里 醒来 却有温言善待 暖背相拥 这么一会儿 受到的尊重好处 却已经超过了 从前十七年总和 我心里十分感谢 那位陪家家主 料想是白发老人 却有一颗人厚宅心 我看不见东西 眼前一片漆黑 向来难以着落的心 终于烧定了一些 如果我的眼睛还有用 也许还会落下 几滴眼泪来 我轻声和自己说 却奴 你逃出来了 你终于出来了 我便在陪府安住了下来 高热一退 脸上的疤痕 阴淋了雨而溃烂 争宁难看得紧 那天我醒来时 见到的婢子明患双雪 被派来照料我一二 我见到许多小丫头 对她十分尊敬 就知道双雪在陪府 极有脸面 却不知道 为什么到了我这儿 我本不是什么尊贵身份 不过是寄居府上的 无亲无故之人 因此我心里十分不安 不顾她推托 换她一生双雪姐姐 双雪人极好 每日晚后 给我用药茶面 有时 我闻见她身上 一点清淡的盒味 十分舒服 后来双雪找我 我闻她身上 却再无那种香 我和双雪说 我本不是什么金贵人 无家可归 要求她帮我在府中 寻一个差事 苦累都好 我都可以做 她帮我寻了 就在先前医治我那亚医 那儿打下手 我很感激她 在休养病的期间 我便日日沿着熟悉的路 去府上医社 双雪姐姐一开始 带我慢慢地走着任路 后来 渐渐我自己 就可以走 路并不远 我便在心里默默数着 只走该有多少步 又什么时候 该拐弯 哪里有花 只是有时 仍然因为眼盲缘故 会磕绊一下 却从未摔倒 有一次快要被裙摆绊了下 正要往前扑 却被稳稳地接住 我想道谢 那人却在我定神之后离去了 我恍然中闻见一丝 当初清莲冷香 我时常觉得 在雨中那一婚之后 遇到的事情 是我人生中 遇到的最好的事情 好像每一步 都被人妥贴地安置好 我想去向裴家家主道谢 因为自己身份不体面 愁愁了许久 忍不住向双雪姐姐提了 双雪说 家主事物繁忙 不必因为这点小事道谢 我当时想说 都不是的 在她来说是小事 可是与我来说 已是此生不可再得的幸运 我曾经路遇过裴家家主 我正好练着熟悉路 我听见本来算得上 吵嚷的周围 一下子安静了 奴婢小丝们 禁言不语 我想 如果我眼睛 尚在的话 一定还能看见 他们恭敬低头的模样 等到家主的脚步声 箭往这边来 便听见一声声 递换家主 那脚步声 往我面前过了 本来我被哪个奴婢 好心地拉到旁侧 拱手让路 但我因着她脚步 在我面前的一顿 头一热 就往外走了一步 裴家家主停住了 我料想 她是个白发鹤 颜面慈心善的老人 说话便愈发虔诚 我直接跪了下去 头磕在冰凉的青石板上 奴婢是家主当初 在路上捡回的盲女 幸得您慈悲心肠 好心相助 勉强捡回一条性命 奴婢以后 定然劫草闲环 以命报恩 她恩了一声 声音却非老人那般 颤巍巍的声音 清润如玉 如滚猪盘 分明是与我年纪相仿的 青年人的声音 姑娘为卖身我府 也不必自称奴婢 再者 我虽年岁略掌你一二 却也不必尊称一个您 以命报恩也是言过 你又何尝知道 你在什么不记得的时候 救了什么人的命呢 贵我反而量了女儿家的膝盖 她俯下身来 隔着衣服揉而有力地把我捡起来 她走了之后 我也还愣愣地在原地站着 旁边的小丫头也没动 我转过去问她 你们家家主并非白发赫眼 我们家家主如今十九 狼艳独绝 上经人称陪家之兰 你们家家主向来如此宽慈 我们家家主我不好评价 但今日对您这份模样 我入府多年 第一次见 我便这样失魂落魄地到了雅一那 她并不在一社 我被小丝接引到一处 小丝和我解释说 雅一在外还有事要料理 一社内并不常见到她 我便亚一又想到那家主 大约家主也连续一个哑巴 允了她在外因急事 不能时常在府中 小丝引导了我该做的事 不过是整理些药材 若得空再研磨罢了 我沉浸着熟悉 心中暗记 不多时便坐起来 不再磕磕绊绊 我心里十分高兴 陪府上的人个个都有善 真好 那日我曾在昏暗的灯火下 和我救过的少年轻声说 声音小到我自己都听不见 那个梦小小的 只够我一个人吃想 我说 我最想做的 就是成为一个最最普通的人 有一个小小的家 即使只有我一个人 也没有关系 窗前栽两盆花 沉起照料 我扶在窗前 笑看夕阳落下 邻里友善 我可以帮人将洗衣裳 换工前 衣食不必封足 我想要 我的生活平淡 却有足够我挺直几倍的尊严 我一生所求 不过平安顺遂 我在医社当职的时候 却恍然忘记了药材位置 笨拙地伸手去够 却不抱了希望 却还是摸到了那位药材 正好在我伸手去够的位置 像是被人安放在那一般 我要拿药锅 又是伸手可及 如此几次 我才反应过来 我试探着问 雅医 是你吗 她不说话 却轻轻做了一点声响 我就知晓了答案 我虽然为人少言 不轻易表达喜恶 现在却忍不住笑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也许是她身上味道好闻些 我再不说话了 安心做自己的事 雅医似乎在看书 时常能听见书页翻过的声音 沙沙好听 她看得认真 却也能每每注意到 我有时的窘迫 伸手或是拿下一个药瓶 一只白卷 我道谢得多了 后来也不再多说 反倒养成了些默契 沉默里却一点也不尴尬 雅医送我回去的时候 我却敏感地注意到 路过的婢子小丝靠近时 都放轻了手脚 我入小屋的时候 鬼使神差地转过身问 你身上的是什么香 她没回答 但我第二日在窗帘上 发现了一管长颈香瓶 我打开闻 正是清淡的和味 我偶然听闻 婢子路过时提起明月臣 却是闲杂话 说她仗着兵马都统的位子 以追拿朝廷嫌犯的名义 封进了城门 知情的人说 追拿的是一女子 眼盲毁容 一到八可不丑陋 听说拿出画像的时候 诸人笑得不止 明月臣当场拔剑杀人 这才意识到严重起来 有人说 这女子是她的小妾 青楼浪女 偷到了连城碧玉 若非如此 何以一门妾室丢失 劳得举城之力相寻 必然是偷到了什么珍宝或机密 有人笑着问我 丹雀 你说是不是 当初府内问我名字时 我不愿说是雀奴 鬼使神差说了个丹雀 我笑得勉强 毁容眼盲 世上的女子千万 可这样的或许上经理就值我一个 我咬着牙忍不住地后退 却被一只手轻轻扶着后脊 碎嘴 自己去领罚 那婢子吓得贵服在地上 一个劲得磕头 却连求饶的话都不敢说 其他两个议论此事的人 也自知有错 也一同跪了下去 人人都说 裴家主长得好看 却对她又畏惧不已 裴家主收回扶在我身后的手 我还有一些惊慌 后背往下躺冷汗 我知道明月臣一定生气了 可是又是因为什么缘故呢 究竟是什么 值得她动用这样大阵仗呢 什么连城避玉 我是从来都没有见过的 我无比恐惧 在回到那个小院子 面对着随时会来的平乐郡主 与美人都开不下去的地方 我要怎么活呢 可是我咬紧了牙关 我一开始就知道 明月臣身居高位 裴家主对我有恩 我却从未告诉她我来路 恐怕会连累裴家 裴家主看出我脸色不好 像是有话要说 便禀蔽了左右 我无比羞愧 却又有些难过 对我好的人 笼共变那么几个 我什么都回报不了便罢了 还要反过来拖累她 我口舌笨 面对她又紧张 情急之下还能打几个劫 半天什么都没说出来 裴家主便耐心地等 裴家主 她说 裴家主未免老气 我单名一个狼 我名裴狼 我把这名字 在心里转了好几下 真好听啊 想到之后要说的话 心里又低落下去 我说得艰难 袖中的手忍不住发抖 我其实知道的 我这样说出来 再有仁慈心的家主 也不会再留我了 方才那几位婢女 说的那件事 明都督搜捕一女子 眼盲毁容 大概便是我了 我又急急加上 可我从来不曾 偷到什么连城碧玉 她不说话 我就接下去讲 我怕她不信我 就把多年痛楚 摊开给她看 我名其实雀奴 有幸与平乐郡主 有六七分相似 刚出阁的时候 便被明月臣 包下当外事 这么些年 我便日日住在 永安巷尽头 那个小宅子里头 她来得不多 来了便只看我 故作高傲模样 后来 她觉得我长得 与郡主愈发不像了 便不爱来了 郡主厌恶我生的 与她相似 明月臣亦不喜 与我这份缘 我便碎了他们的愿 自己划了脸 偿还她多年恩情 平乐郡主提醒我 有人要害她 我便为她喝下 权贵地上的毒酒 毒素无解 我也因此 忙了一双眼 平乐郡主 与明月臣要成亲 我便更是不好的存在 按我的丫头猪而说的 便该寻个地方上吊 也好过赖活着 我却偷偷翻了院子 跑出来 我不曾做过任何害人的事 可她这番动作下来 我也再没有留在这里 拖累家主的道理 稍后我便自行出府 我其实说得很艰难 很慢很慢 每一个字都忍着十分的痛 咬着牙才能不掉下泪来 裴郎静了很久 我低头等着她说声好 或许更糟一些 我最怕她说后悔救我 哪怕一见杀了我 都比见到她唾弃的模样 更来得痛快 裴郎的声音不吻 为什么你长得像平乐 便是有幸 我嫩嫩摇头 他们都这样说 若非我恰好生地 和平乐模样相似 如今不知 被一卷草席葬在哪里 他问 你有什么错 我哽咽 突然就落下了一滴泪 他问 不过饭时给予之恩 竟然要容貌 眼睛与尊严相长吗 他说 我遗憾事不多 如今在天一桩 我竟然没有先她一步见你 裴郎俯下身拥住我 这是一个克制隐忍的拥抱 我曾身受重伤 掉进一个小院子 由女踏目光来 恍然若神女 他照料我七日 我便百倍千倍地还他 别人当你草芥不值一提 我却要说 见你三生有幸 我恶然抬头 才明白 裴郎竟然是 我就下的那个人 我颤抖着回拥住他 他要找的是雀奴 与你单雀 并无干系 他安抚地俯上我的背 我曾期盼 有人不具我面容破碎 身份低微 给予我一个拥抱 如今终于 如愿以偿 我仍然每日沿着小镜去网药社 有小丫头和我说 两旁细细地栽了话 听闻姑娘喜欢于美人 这种的便是了 虽未长好 只是来年必定可期 我便这样高兴地到药社里市 雅一来的时间逐渐多了 我时常爱和她说话 大概因着一些同病相惜的意味在里头 我竟还能再找回当初照顾裴郎的感觉来 裴郎受伤重的时候 说不了话 也半醒不醒的 我好像照顾了一只小雀 轻轻地同它说好多话 雅一不能说话 我在脑中却能隐隐约约勾出一个形状来 我鬼使神差地问 不知道裴家主长成什么模样 雅一顿住 纸洁在暗桌上扣出声来 我难得难然 网上补一句 他们都说她长得极好看 她默不作声 我撵着一粒香丝子放不试 拿不试 恼恨自己又失言了 哦 他们这样说的吗 雅一说话了 却是裴家主的声音 我手上那粒香丝子 自己知道去路了 咕噜咕噜地滚落下地了 我料想我此刻 唯有呆住二字来形容 他恩一声 又缓缓道 这是不太好解释 若要真计较起来 也是我自己失了颜面 还是不说吧 只是我欠你良多 说要带你去看山川湖海十万烟火 眼下一个都还没兑现 那你 现在要不要出去玩 我把手伸出去 终于够上了那只我错过了的手 眼睛竟然有些湿润 我不喜欢别人看我脸上的疤 最怕他们再问 是何缘故至此 裴狼捧着我的脸叹气 但却为何总是低头 你若是抬头看一看 便也能自己接住光了 他领我到庭院中坐下 太阳暖融融的 舒服得要人眯上眼睛 裴狼叫双学姐姐 取了些物食来 他抬起我的脸 落了细细的笔 在我脸上 我有些痒 问他 这是做什么 他不开口 双学姐姐倒是很合时宜的揭话 语气里不免带了自豪 家主全才 作画意识不在话下 昔日有蜀地才子 拎着前朝许老半幅一画 前来求全 家主续了另外半幅 除却新旧 竟然是毫无补缺痕迹 我还是有些不理解 作画与线下有何干系呢 裴狼笑说 都说女子化妆如作画 如惊甜不歇 到了却我亦遗憾 他和我说 每股处的疤 已坠上米粒大的珍珠 何处上藕粉 何处带青 浅浅地再画一些样式 才刚大半 双学一下就惊讶地笑出声来 丹却长得可真好看 脸比起前头 被斜成两半修好了不说 倒多分妩媚 疤倒是还在 只是和家主做的妆容在一起 看着还浅浅地 像清水里成了朵红花 我惊喜地笑起来 却压了一点眉头问他 是这样吗 他也笑 抹去最后一点 粘在我唇边的脂粉 这是我平生画过最好的画 我不知道说什么 明明那么高兴 又涌上来酸涩苦痛 裴狼压下语气教我 丹却 高兴的时候 是应该笑的 我仰其脸 露出最最最高兴的样子 裴狼为我拂纹发尾一支银钗 也该是十分满意的模样 命运剥离你的所有东西 我慢慢都以另一种方式还给你 裴狼每日都会云出小半个时辰来给我装面 等装完了 他就陪着我说话 他和我说 停前有一株梨花 等这个冬天过去了 就能看见梨花如雪般落下 我说 那很好啊 来年一同看梨花 他笑了笑 却不回话 裴狼年方十九 家族人丁却不多 没有兄弟姐妹 父叔也早亡 百年的赞英世家 如今只剩一个裴狼伶丁 我时常碰见 双雪捧着药送去裴狼那里 裴府很好 我呆得愈发自在 行事也不如从前拘谨 府上的小丫头 有时会找我游戏 我不用附上眼睛 便可以抓人 边上的丫头们嘻嘻笑 我听着声 抓了个腰带轻轻一扯 便开心地笑说 可算给我抓住了 被抓住的那人 反手攥住我的手腕 他轻笑 可不是呢 我竟是抓到裴狼身上了 他把我拉得更近一些 周围的小丫头反应快 全跪下去 拜见丹雀夫人 裴狼捂住我的眼睛说 此前你无处可依 那么日后 裴府便是你的归处 我颤抖着说 可我不爱你 裴狼 我不要你爱我 我要你爱自己 初冬的日光就那么照下来 暖融融地一直透进来 硬得人一生都只能记得这个时刻 丹雀 我们成亲吧 他的呼吸迎着光落下来 我突然失了眼 他攥紧我的手用力 我要自贬的话 就再也说不出口了 好啊 两性联姻 一堂地曰 良缘永结 匹配同称 看此日桃花灼灼 一世一家 不他年瓜蝶绵绵 耳昌耳赤 仅以白头之曰 书向红尖 好将红叶之蒙 载名渊谱 裴府里陡然鲜活了起来 以前虽然说是归整 可裴家主子少 家主又喜静 到底是冷清了些 双雪姐姐为了大婚的事 忙里忙外 语气里却都是些喜气 拿了树匹嫁衣的料子 来给我过眼 我伸手去摸 都是如云 一般顺的锦缎 想来都是极好的料子 双雪问我喜欢哪个 我笑得弯起眼 说双雪姐姐挑来的 自然都是好的 哪个都好 双雪将不展开 可不是我挑的 家主亲自南下 作文绘图 选了最好的绣娘感知 一成了布匹 就快船水运送回 我微微抿着嘴 有些不好意思 还未成亲 哪里来说的夫人呢 哦 却听见尾音上扬的一声 裴郎先了连进来 接过双雪捧着的锦段 笔在我的脸边 红风色的段子 衬得夫人极白 极鲜活 她唤一声夫人 我的心就烫一分 我只是可惜 可惜我见不到 这被人嘖嘖称赞的锦段 何种模样 交游下去 等嫁衣治好了 我们就成婚 已是秋末了 等下第一场雪的时候 我们就成婚 裴郎闷可两声 我忍不住伸手去扶她 碰到的手如玉斑冷 双雪撞倒了东西 发出一响 她若无其事地摆摆手 我皱眉头 怎么这样凉 她也该是微笑的模样 我天生体寒而已 裴郎靠近我 轻轻拥住我 好像抱着一团 要消散的云 她低声问 丹雀 除雀平安顺遂之外 你还想要些什么呢 我拥有的东西不多不少 却说不准 有你很想要的东西呢 我很认真地想了想 抬起手摸上她的脸 我弯起眼笑着说 那我再贪心一点哦 我想要 你一直一直在我身边 她顿了顿 我等待回答的时间 究竟胶着 竟然疑心时间过长 裴郎低下头 额手相碰 她的唇是温热的 我答应你 直到我死 我都一直陪着你 我扣住她的指尖 不要说谎啊 不然 我就忘掉你 明月臣没有和平乐郡主成婚 我偶然听后院八卦时所惜 本来她大用职权搜捕一外事 已然让楚郡王的颜面过不去 平乐郡主更是不满 大发脾气 谁知道 最后竟然是明月臣亲自上门退了婚 上经里谁不知晓 明月臣倾慕平乐郡主近乎执念 据是罕有的叶明珠 都要因为她的一句话亲自去寻来 谁晓得现在会以这样的方式结尾 至于缘由 有人说是平乐郡主承认自己杀了那外事 明月臣羞怒交加 但是众说纷纭 谁也不能够知晓 上经里上回这样热闹 还是从前谢小将军退婚一事 我日日守着陪郎喝药 他的咳嗽总不见得好 他无奈地道 自小有的毛病便是了 没关系的 我认真地纠正他 有关系 和你有关的 都很有关系 他不说话 默不作声地为我扶去落在肩上的发丝 真是可惜 嫁衣还差些程序 真想把我家雀姑娘娶回家去 天天替我操劳 他轻笑起来 我低声说 快了呢 裴郎诧异 却又调笑地再问一句 你说什么 我红着脸再重复一遍 快了呢 他大笑起来 握住我的手 他的手很大 能将我的手拢在手心 我的雀姑娘 我带你出去玩 裴郎为我重描好了妆 又隔上一层围帽 去的不过是寻常示警 我却开心地无法言语 其实我并不能看见什么 什么包子棉白拆子银亮 我都看不见了 可是裴郎就这样牵着我 一点一点和我讲 讲着人间烟火呀 就蜿蜒在你我之间 他讲我就听 张嘴 裴郎掀开我的秘离 我下意识地张嘴 吃到了一嘴的甜 冰丝丝的甜衣 糖葫芦 小姑娘多吃点甜好 我笑着硬呢 突然有姑娘在旁边 惊讶地压了一声 我就是害怕惯了 下意识以为自己样子太可怖 吓着姑娘了 伸手就要把密离上的白纱放下 裴郎阻住我 却听见那姑娘艳羡地说 夫人您生得真好看 这桩真是别致 水中成了红莲般的美丽 我低垂的眼 一下子抬起来 我也惊讶 裴郎安抚地摸着我的脊骨 从前一提容貌 我总是作为平乐郡主的赝品出现 他们说我眉眼太小气 脊骨太畏缩 实在是比不上郡主娘娘 如今也算头一回 被不相干的人这样称赞 糖衣的味道 慢在嘴里甜津津的 我一时间 竟然不知道如何回应 浅浅地做了些 一时高兴 连密离也不愿意放下了 有卖簪子的妇人笑说 郎君与夫人感情甚多 向来是 深情更得深情回应 等到暮色似合的时候 才将长街走近 我有些困倦 又舍不得离去 裴郎轻轻地揉了揉我的头 说以后常来 我高兴地应了一声 许是困倦了 上马车后 偶然听闻 有人远远喊了声雀奴 听不大清楚声音 只是莫名觉得 是绝境逢生的欢喜 隐约里有分熟悉 我已经数月不曾 再听见 有人再唤我一声雀奴 风声里觉得 大概是听错了 我问裴郎有没有听见 他平静地说 不曾 既然他这样说 那便是我听错了 天气一日日寒起来 那日见裴郎不大高兴 他向来脾气好 很少见他闷闷不说话的模样 倒像是小孩独占的玩具 被人瞧见了一般 我这边哄着裴郎哄不出什么 就问他身边的小丝修竹 修竹弯着腰说道 压低了声音 悄悄和我说 夫人有所不知 家主向来不爱宴会 如今好不容易去一回 竟然满宴会的女儿家 做的装都如家主给您画的一般 人家叫您这个装为脚离装 上经约莫都流行这个装容了 虽说是东师笑贫 吴家主比例半分起立 到底是他不高兴了 我忍不住笑起来 我牵着裴郎一节衣角 换了声 郎君 裴郎知晓 修竹把事由都说了 难得有些懒然 不愿吭声 我在唤 带了调笑的声音 郎君 他才轻轻恩了一声 伸手将我揽入怀中 没了许久 才出口一句 我只是不高兴 最好的东西 应该只属于你 我弯着唇笑 却被他没头没脑的这句话 说得落出泪来 我说 没关系的 你知我自卑毁容 就为我做脚梨妆 上京无人再敢笑我冒愁 你知我眼盲不可失误 便时时做我的眼睛 这样好的 你都在我身边了 我又有什么不满足呢 丹雀 我有愧 郎君何愧 他没继续说下去 只是搂紧了一些我 我缠了一些 他的长发在指尖把玩 他们为什么要叫 这个妆为脚梨妆呢 裴郎轻笑道 莫非是觉得夫人轻力动人 如同脚梨初战模样 梨花吹落满头雪 与君共白首 我摇头 我说 这桩事叫我们长长久久 与共白首 倘若世上所有事情 都和期望一样美 那便好了 下了出雪的时候 我和裴郎成亲了 裴福只剩下他伶仃 他也不愿意邀那些权贵 他为我置办下如山架桩 十里红妆 能见证这场婚礼的 也只有纯白的雪 谁唱一拜天地 拜这千里江山飞雪 谁喊二拜高堂 拜这空荡无人捉案 三是夫妻对拜 我捏着红绸这一端 红盖头掩映下难得的紧张 我这样喜欢你 一拜下去 就可以和你在一起 好多好多年 一直陪你到白发丛生 垂垂老矣 我猜裴郎也在轻颤 红绸两端 并不只有我在紧张 我尚且还没弯腰下去对拜 紧闭的堂门 被筐的一声踹开 冷风裹着雪突然灌入 嫁衣为了涂好看 并不大遮寒 我陡然一冷 朝廷办案 尔等进洞 我置若罔闻 顺着那一声三拜天地的尾音弯腰 裴郎也没停 风雪吹滚 我和裴郎在官兵环绕下拜了天地 如此而成夫妻 裴郎牵住我袖子下的手 为我挡住一方风雪 我是摸清了他的脾气的 他有时越气怒 面上就越平静 我听见两边退让的脚步声 有人夺步而出 裴家主 成婚大事 多年同僚 多年故交 怎么不给我下一张请帖呢 倒是冷冷清清的 明月尘 是明月尘的声音 我一听这声音 就止不住地害怕轻颤 我咬住舌尖 低着头 抑制自己逃离的欲望 裴郎在我手心轻轻一攥 我心神便大定 裴郎冷笑回击 若是哪日明都督与平乐郡主大婚 裴某也该领兵上门 砸了门口的石狮子再进门 他平静地说 滚出去 明月尘背下了脸面 却不气怒 自顾自地讲下去 这是今日的新娘子 上经从前说 裴家儿郎如同山间之蓝 情之一字 从未与他挂钩 不知何许美人 要家主如此倾心 我心中好奇 斗胆一窥 何不掀开 这盖头来瞧瞧 他顿了顿 静默了一会儿 语气淡了下去 隐约里有那么些颤抖 轻声说 姑娘与我心上人 身形极为相似 我手心如湿了点汗 攥着裴郎的手紧了些 他轻轻地勾着我小指侧边的一粒制 这一刻 我什么都不怕了 我只需要知道 无论发生了什么事 总归有他在我身旁 裴郎再往我前头一步 向来温润的人一旦冷起来 声音比风声还要利 都督未免找人找昏头了 裴府在城东 平乐郡主的府邸在城西 一东一西 何等荒唐 今日所扰 他日我必百倍偿还 明月尘轻笑一声 我却听见拔剑的刀割声 蒸蒸然两方对峙 连风雪声都挤了许多 裴郎问 都督持令 行得什么令 办得什么案 连城必丢失 亡灵再打不开 圣上有令 速查 哦 可疑人员一一排查过 如今只剩裴家府上了 若我再深究些 这新娘 这姑娘 未免有些可疑 家主何必如此动怒 只削让我瞧一瞧 这盖头下的脸 若非我所寻之人 明某自当退去 你所寻何人 何等模样 明月尘沉默片刻 在开口 声音却雅色 我寻一人 冒愁毁容 眼盲不能视 性子闷缩 他话才说一半 就被裴郎冷冷打断 那大抵不是一人了 我家娘子荣光盖世 木秀心灵 性子更是灵巧活泼 你要找的嫌犯 怎么会是他 我十分厌烦明月尘 厌烦他又来扰下清静 平白在这大喜日子里 寻了晦气 嘟嘟说得实在矛盾 一会儿说 妾身行似您心上人 一会儿说 妾身是您要找的嫌犯 冒愁眼盲 可是天下哪有这样的事 又难不成大人的心上人 便是如此不堪模样吗 我右手半掀起红盖头 露出小半张白皙的脸来 浅浅露了个红唇 与其上一些 我今日的妆 是裴郎 画了好长时间的 他俯上我的唇说 夫人荣华盛世 我说他言过其时 双雪他们一个个却笑说 郎君说的还算含蓄呢 夫人容颜与郎君所做的装相衬 上京没有姑娘 今日比夫人还要貌美了 我侧过脸疑惑地问 郎君 我冒仇毁容吗 裴郎装模作样的作衣 夫人荣华千秋 边上有兵足 没忍住的笑声 到现在大概也觉得 这位都督 言辞举止实在不妥 倒更像是没事找事的 我这才意识到 明月辰很久没说话了 我眼睛看不见 并不能知晓她的情况 我以为再见她 我仍然会是那个 在青楼里惶恐害怕 却不敢哭泣的小姑娘 只会垂下眼看 她斜面上流转的银线 嫩嫩地等她 施舍我一分温暖 我会不敢有恨 也从不会说爱 但是如今再见我 才知道 我已经可以挺直 我的脊骨了 我甚至可以 再小小地戏弄她 原来很久很久以前 她就已经不是我的明月了 明月落下去 我有一个很好 很好的陪郎 我等了等 却只听见明月辰 再喊一句雀奴 明明只有两个字 她咬字却异常缓慢 好像不舍得吐出来一样 怕是不小心就碎了 再也找不到了 我摇摇头 我明丹雀 大人实在奇怪 陪郎接口 语调和缓 时有丹雀 咸九碎和 视为神鸟丹雀 明月辰好像往这儿走了两步 我重新放下红头盖 她十分声色地重复一遍 丹雀 她喊了这样多年的雀奴 丹雀于她而言 那是一个陌生的 让人恐惧的称呼 像是什么东西 找到了 却又再也抓不住 明月辰量呛两步 站不稳班 撞到了什么东西 有亲信扶住她 低声道 大人当心 她继续说 却是朝着我的方向 我已与郡主再无关系 我也差人 去寻了栽种 与美人最好的花匠 诸儿与门口的 侍卫护主不利 都已经得到了惩罚 劝奴 我们回家 下一瞬 我身判的裴郎 却拔了长剑出鞘 寒光里乍现兵器 独有的蒸蒸生 何等荒唐 我因陛下手欲 而对你礼欲有加 都督进门后 却对我父大放厥词 风言风语 今日这件 并非我要指着你的侯奸 乃是裴家百年的 三婴风骨 不得受此侮辱 明月辰重复一遍 你父 他四哭四笑地说 以为他人父 雪滚进来 冷风逐渐让他的心神凉下来 裴郎的剑尖指着他的喉尖 他不能再进一步 便只有退去了 浩浩荡荡一群人离去 把屋子里的暖气 带走得一干二净 裴郎收起剑 倾壳了两声 我急着喊来 丫鬟关门烧炭 裴郎却轻轻攥紧了我的手 带着笑说 三拜天地后来是什么 双雪笑着插嘴 似乎是送入洞房呢 我脸烧红了一片 只是我心里清楚 裴郎这样调笑 只是怕我刚刚被吓到了 只是等真进了洞房 裴郎倒不如当时自在 他挑开盖头来 我时常遗憾 他们说家主终日爱穿玄青垫蓝 如今好不容易着一身红色 如同桃林仙人 可是不论他穿什么 我都看不见 他久了也没说话 很久才慢悠悠地叹一句 娘子神仙妃子 我伸出手去触碰他 他很配合地低下身来 从眉一直描摹到唇 路过高挺的鼻风 逗留过眼睛 我说 我不知道你长得什么样 他突然开口 不记得也好 我与裴郎同传供他 他很规矩地躺着 还是我攀过去 指头勾向他的衣襟 他一把攥住我的手 声音隐忍又克制 单确 不要动 我想亲他的唇 却发现吻上了他滚动的喉结 为什么不要动 裴郎翻身将我抵在身下 我感觉到他吐的气落在我的颈尖 他扶手落下一个虔诚的吻 那如夫人所愿 我大抵是倒霉了多年 才积攒下福气等来裴郎 可是我的福气太少太少 只够一小段时光 裴郎第一次拥抱我 是我昏倒在雨中泥泞里 裴郎最后一次拥抱我 是他将要离去 连城地丢失 亡灵打不开了 据说先王为防战乱 藏了无数兵甲军饷在里头 和北齐的战士还没有停歇 正是需要这些珍宝的时候 他们说 裴郎与前段时间通敌出逃的 谢小将军相勾结 一个通敌 一个偷到了连城壁 这战如今看来是没法打了 裴郎被带走前 轻轻拥住了我 他说他没有事的 我挺直了几倍 一滴眼泪都没有掉 我信他 他说了没事的 他会平安归来的 那两天的雪下得格外厚重 我在庭院中送别他 他为我拂去肩上雪 我笑着回拥住他 我说呀 你现在肯定已经满头雪白 没上成霜了 我等你回来 看来年春日梨花 梨花落满头 等你几十年以后 和我一起病发苍苍 他贴上我的脸 我笑起来 兵族催促 可没有人敢对他不离 无论如何 哪怕今日已是阶下囚 裴郎仍旧是上京百年 三英世家的家主 人称裴家之兰的第一流世家子 裴郎走了 我站了许久 有人为我披上大场 我以为是霜雪 却听见他说 他回不来了 却奴 是明月晨 我心里翻上十足的恶心 厌恶地退两步 用尽全力地喊出一声 滚 大场被掀翻在地 他没再靠近 只是很久才说了句 语气竟然十分悲哀 我竟然让你厌恶至此 风雪茫茫 我竟然再记不起 我从前那份对白衣公子的欢喜 那个阴暗的小院 能够稚固住我那时候所有的快乐 他轻轻地说 我那几日忙碌 不曾去见你 从你为我挡了那杯毒酒后 我就忙着与平乐郡主解除婚约 等我忙好后 万事皆平 我路过街角时有妇人卖花 我差人停车下去细细挑选了 我头一遭那样欣喜忐忑 可是谁知道 我捧着小醋小醋的花含笑推开门 你却不见了 我发了很大的火 问猪儿 他吓得不敢说话 门口侍卫也不知道 明明房子里什么都还在 可那时候我就知道 你离开了 我拆了许多人去找 可是怎么找 都找不到你 你瞧 我都干了些什么蠢事 把你这样好脾气的姑娘 逼得无路可走 可我再见你 你已经和他人三拜天地 可我明明记得 那时你十五岁 睁着那样一双乌黑的眼睛 和我说 公子 我会跟你一辈子的 我抬了一分下颌 打断他 可是都督 我已经什么都看不见了 我也没有那一双乌黑的眼了 我只听见 从前有人和我说 却奴 你一直很像平乐 我新婚的夫婿 因你之故 锒铛入狱 来人 将大人请离陪府 他并非如你所述一般纯真 可我也并非完全出自私心 明月辰离开了 天旋地转 我一下跌落在地上 我问双学姐姐 这一切是不是都是我的缘故 都是我的错呢 他把我扯起来 入了暖阁 捧来热茶 家主少年时 便才智无双 陪家多年来 人丁单薄 自从先家主去后 陪夫人就出了家 这样大的家族 就只剩下家主一个人孤零零的 可是从姑娘来了 家主一日笑的次数 都比前头十几年 笑的时间要长许多 姑娘也说自己从前过得不好 你们这样好的两个人聚在一起 怎么能说是错 如果有神明 我该祈祷 祈祷我的郎君 碎碎长宁 碎碎喜乐 我被送离了陪府 马车咕噜噜地前行 雪隔着门帘透不进来 我握着双学的手 我焦急地要掉下泪来 双学 如果郎君回来 找不到我怎么办 此前郎君为宝夫人 已安排了去处 郎君若回来了 必然会前来的 我只是很害怕 攥着胸口 几乎喘不过起来 我怕我见不到他了 我以为安排的住处 是什么高门大户 谁知道 却是在市井之中 倒也不显得喧闹 左右都是祥和的普通人家 巷子里满窜着烟火气 屋子也平凡 与陪府百年底蕴自然不同 只是我摸上去 里头的陈设 一件比一件金贵 绸缎尽软 还藏了只圆滚滚的梨奴 院子里栽了棵好大的梨树 双雪和我说 枝叶一直伸到隔壁去了 双雪和我说 这儿有不大不小的一片地 好种花 前些日子已叫人剥了种 来年必定可期 我所心心念念的日子 本不必十分富足 穿金带玉 只是要一个小小的屋子 我捂住眼睛 眼泪又出来了 阴得十分疼 可是我越来越贪心了 我还想要有裴郎陪着我 我忍不住了 哭着问双雪 裴郎什么时候回来 能来看我 双雪说快了 主子在等等 我说好 我等他 我一直一直会等他的 左边的人家 是护年老的秀才 儿女都不在身边 时常听见他 拉长着声音 在院子里晃有读诗念书 右边的人家 大概无人居住 冷冷清清的 我在这里住了许久 日子一日日过去 雪都不下了 冬傲换下来 天上了春长 双雪扶着我在院子里 险走 和我说 过段时日 大抵梨花就要开了 我听了就高兴 弯起唇笑 双雪笑道 夫人就这样高兴 我说 是啊 裴郎冬日的时候 和我说 要与我一同看梨花 我心里很高兴 他向来守诺 梨花开了他要回来的 双雪沉默了一会儿 说等梨花落了 夫人若是等不到 便不要再等了 我少见得拉下脸 梨花年年有 年年会开 我若今年等不到 我就等明年 一年年过去 我总归能等到的 街头热闹起来了 说是逃亡的谢小将军 洗脱了罪名 如今重复荣光 我欢喜地要跳起来 我压着性子问 那屈岁年末落狱的 裴家主呢 闲谈的人们笑说 裴大人早出狱了 连成帝 可好好地在 监国二皇子手上呢 裴大人为国冒得险 不让皇后党 染指亡灵的这几股 可真叫人佩服 我心里满是难以 自以的快乐 我便日日鲸鱼打扮 好叫陪狼来找我时 见到我最好的模样 只是我心中 还有些不明所以的不安 等到梨花开了 我在庭院中坐着 晒着阳光浅浅入睡 我做了一个梦 梦见陪狼来了 在金光里为我梳理长发 他穿着玄清的衣服 眉眼低垂 梨花落在他的肩上 我想看清他的脸 却模模糊糊 怎么也看不清 我从梦里醒来 四遭空荡荡的 阳光退却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流了泪 双雪急忙赶来 我说 为什么他还没有来 双雪回 许是大事刚平 还要处理些琐事 我应试 我夜里睡不着 披了外衣扶着门 走到庭院中 听见隔壁的老秀才 晃着脑袋 再念一句诗 围江中夜长开眼 暴答平声未斩眉 我不知小意思 却莫名十分的难过 围江中夜长开眼 暴答平声未斩眉 我听见另一侧的隔壁 有咳嗽声 原来右侧宅院里 什么时候住进了人 我鬼使神差地往那边抢走 一抢之隔 我想起裴郎 他身子那样不好 在狱中不知道要消磨几何 有脚步声匆匆传来 霜雪急到 春日夜寒 夫人怎么走出来了 我仍然留恋那一强 被哄回房间去时 还看一眼 忽然想到 梨花吹雪时 也是能够吹到那边去的 我一直等 等一个和我一起看梨花的人 霜雪有日带着神医回来 他笑说 夫人可以看见了 我摇了摇头 心中还有十分疑惑 我记得当初神医和我说 必要有人十二分清醒 换下眼镜 给我才行 我心里一慌 我说 谁的眼睛 我咬着牙 大滴大滴的泪流下来 我眼盲之后 不能轻易哭 每一次落泪 都如同弯木 我提起声音喊 谁换下来的 双雪不说话 默默流泪 我到两步失措下 撞了床柱 我缩成一团 捂着眼睛尖叫道 我不要裴狼的眼睛 我不要 我是那么的绝望 我想起他们说 裴家家主 慕名灵秀 有一双藏了云与月的眼睛 神医悠悠出声 你若不要也好 我这就走了 我本来也不接这样 阴狠的活 可惜那儿狼还并着立在雪里找我 换木受了那么大的苦痛 一生也不吭 这样好的眼睛 我这便走了 正好隔壁门口 拴了支流着咸水的黄狗 舍给它吃好了 我放下手 很疼很慢的吐字 我说 我换 换木的时候 我感觉我已经死了 不觉疼痛 也不觉欣喜 裴狼是那样好的人 那样无缺的人 如果是他看不见了 那我以后怎么办 他为我画上角梨妆 上京无人再敢笑我面丑 他知道 我因眼睛遗憾 就让我 再开眼瞧一瞧 我从没见过的时间 我有恨 有爱 有怨 双雪哭着握住我的手 眼泪滴落 他说 姑娘不必苛责自己 家主也有私心 他想要你时时见着时间 时时忘不掉他 他说 家主向来守诺 怕自己说要陪您立 人间山河 万家灯火 做不到了 要这双眼 一直陪着你 我颤抖着 几乎说不出话来 他一直喝的药 是什么药 双雪说 陪家人少 并非没有缘故 家主心脉被弱 少年时被断言 活不过二十 又经牢狱一趟 为国尽力寿屋 这样一遭下来 早已登进游窟 家主不让我们多言 可是这又如何能忍心瞒住您 瞒着您满心的欢喜 幻木结束 神医为我蒙上白纱 他要我七日不得解下 茶图要高 我幻木以来 便时常觉得 陪狼就陪在我身边 他一直在陪我看梨花 我一日日适应光明 双雪曾按捺不住 您不去见一见家主吗 我摇了摇头 他不想让我见 我就不见 他是天底下最金贵的人 他不要我见到 他最干枯难堪的模样 我就不去看 我就在这无望的日子里 等我的少年郎 与美人种下了 只等开花 我解下白纱那一日 双雪为我做了妆 他说家主很早以前 就在叫他 如何为夫人绘妆 他学了很久很久 总是遗憾 自己只学会家主三分比例 我瞧见铜镜里自己的模样 陌生又熟悉 那条猙獰的疤 如今像是青池里盛开的花 快要忍不住掉泪了 我和双雪说 我到院子里坐一坐 梨花正是盛极的时候 我刚看阳光 还觉有些刺眼 不久便适应了 速速地梨花压枝 风一吹 漫天地飞落下来 落得我满肩满怀都是 多半梨花落在青池里 慢悠悠地飘 好多翩翩地吹到隔壁去 我靠着椅子 慢慢地闭上眼 我是那样的平和 可我再也忍不住了 我站起来 我走得那么艰难 好像穿过的不是落花 而是不可穿越的彼岸 我轻轻念着诗 暴答平生未斩眉 我提起裙摆 往那侧墙轻跑 我发疯地大喊 陪狼 陪狼 可是有一堵墙挡住了我 我只能轻轻地靠着它 历劫地一遍遍喊它的名字 我知道它就在隔壁 我知道它在和我一起 看漫天的梨花 可是我过不去了 我看不见它了 今朝梨花吹落满头雪 也算与军共白头 它向来守诺 陪我看梨花 给我满心顺遂 要我见人间 可是它那么那么好 好到这时间也留不住它 我声嘶力竭地大喊 发狠地垂着墙 你陷入我的指缝 狼狈不堪 我泪流满面 说 陪狼 你骗我 我不恨你 我也不记得你 我要忘记你的 它说好 骗你的 我一辈子都会记得你 后来 我常在夜里辗转难眠 乘着惊寒的雨露隔墙九站 却再也听不见咳嗽声 也再没听见老秀才念叨 围江中夜长开眼 报答平声未斩眉 我没问双雪 家主去哪了 只是不知不觉里 梨花已经落完了 双雪看我如常 倒也放了心 只是有日我 踉呛一步摔在地上 痛得蜷缩起来 长发披散 白袍扑地 我抓不住一点光了 我突然问 它生得什么样子 我欢喜它欢喜地入了仗 却到头来 连它模样都不曾见过 双雪摇头 家主不曾留下任何丹青 我难难道 没事 我等它 我有许多许多年 还可以等到它 我每月要遮掩 不能是一日 走路时不小心办了一下 却有手稳稳扶住了我 我近乎绝望的心 充盈起来 颤抖欣喜地转过头去 郎君 是你吗 她沉默了一会儿 将我拥入怀中 近乎怜悯 却奴 她已经死了 明月沉流着泪 却奴 我一生寻觅 却不知晓最珍贵的 一开始便已经失去 从始至终 我蠢笨如此 我真爱的便只有你 她咬着牙 几乎有恨意 却又像是抛进所有尊严一般 可是那又怎么样 最终在你身边的 仍然是我 我推开她 跌跌撞撞地爬起来 倒是平静地说 她还活着 我问双雪 我说我要的都已经拥有 为什么还是不快乐 双雪托裴郎自幼在身边的修竹来找我 她带了厚厚的信封 她说家主怕夫人消沉 嘱咐您一月可拆一封信来读 她说家主曾受重伤 落进一个小院子里 里面有一个笨丫头 照顾了她七日 像是圈养一只小雀 慎重而欢喜 她说家主伤好后并未离去 在小院外等候数日 终于等到那个姑娘 愿意自己走出院子 看见半瞎眼的少女 在霞光市集里不知所措 负面的面纱恍然被风吹动 惊扰了许多人 她仓皇捡起面纱 她眼盲走得慢 她就跟在后面慢慢走 看她在人间飘摇 她说家主在雨里 曾拥抱住她的姑娘 装成雅衣和姑娘朝夕相处 她要摔倒她就扶住 她对她向来多言 她就不声不响地听 她说那日看见少女和家主沉情 她看不见东西 也就看不见向来沉稳的家主 在她面前流了满脸的泪 她说家主病重时 就在隔壁的小院里 她每次夜中辗转难眠 家主也长起一盏灯 陪她难过 梨花开的时候 她的小姑娘睡着了 她病得都动不了了 还要到院中 一同吹着飞过来的梨花 家主说 也算陪她一同白头过了 她说家主守诺 家主有一个小小的姑娘 她许诺到死都陪着她 她从未辜负所说的每一句话 她不知道那样多的事情 现在知晓 那余生也有力气 能够借着光活下去了 我带着陪郎的信 去了许多的地方 每逢春日就回那个庭院 等梨花开 等她归来 我有一个小小的庭院 春日时花开非白 我有一个最好的夫婿 我等她归来 围江中夜长开眼 报答平生未斩眉 对ibe我们的敏眉